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裙子掉了,这一操作,太有智慧了。 娱乐圈中有不少有名的女演员,能真正用实力,被称为明星的却真不多。 为了能增加曝光度,有些艺人会在公共场合,制造一些偶然事件。 来吸引大众的眼球,引起观众关注,这种事数不胜数,然而也有一些艺人。 在镜头面前不注意出现一些失误,自然也会被无限放大,弄得纷纷扬扬。 但是也有一些明星,如果出现尴尬的失误,却能用智慧及时地去化解。 有这种智慧的女演员,迪丽热巴算是一个。 赵丽颖,虽不算是一个美女,但赵丽颖却有着别人没有的特点和气质。 赵丽颖虽然没有上过专业的表演学校,又出生在农村。 还有一个甘愿默默问,任劳任怨的心态,通过多年不懈的努力。 终于被发现,这才能在娱乐圈慢慢崛起,而迪丽热巴能走红。 其原因多数是迪丽热巴的几个特点,一,就是他那双大而灵动的眼睛。 和精致的五官,以及美妙的身材。 二,是具有杀伤力自身携带的演艺天赋。 这在娱乐圈的拼杀中,是一个超级武器。 三,迪丽热巴有一个可以让他自由发挥的老板。 迪丽热巴2011年,刚出道就领衔主演了历史电视剧《阿纳尔罕》。 饰演了一个温柔善良,勇于反抗向往自由的新疆姑娘。 在《风中奇远古剑奇谈》中,又观众带来了一种新的美丽和感觉。 在电影《颤然星动》中迪丽热巴又成功塑造了一个天真呆萌的好美丽。 这许许多多的影视作品,使迪丽热巴在影视圈发挥得淋漓尽致。 尽显个人风采,电视剧《阿纳尔罕》在2013年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后, 获得了城市有线电视全国同时断收视率首位的成绩。 迪丽热巴成功地在该剧中塑造了一个美丽善良外柔内纲。 敢爱敢恨又渴望自由的新疆女孩阿纳尔罕一角。 也成功地收获了大众对她的喜爱。 迪丽热巴的这些成绩也许都离不开杨幂,不可否认迪丽热巴。 算是遇见了一个无私的领导,在杨幂的带领下。 迪丽热巴在娱乐圈芝麻开花节节高。 众所周知杨幂对待自己。 手下的艺人向来都不吝啬,杨幂成名很早,资源人脉也不缺。 因此迪丽热巴所能拥有的资源,早早就超过了其他同期出道的女演员。 有了名气自然就有走红毯的机会,也有和品牌商合作的机会。 自然露脸的机会也就多了,露脸的机会多了,不免就有马师前提的事情发生。 事情是这样的迪丽热巴在某次品牌举办活动的时候。 她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色连衣裙现身活动现场,这条裙子因为是紧身抹凶款式。 把迪丽热巴凹凸有致的身材给描绘了出来。 原本想迪丽热巴的身材是比较欠,细而瘦长的那种,但通过这个活动发掘迪丽热巴看似苗条的外表下。 隐藏着女人曲线的诱惑,该瘦的瘦该肥的肥,让人充满了遐想。 这是很多女人梦寐以求的身段,也是男士想冲动上前抱抱的感觉。 这样火辣的身材在活动现场,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。 为了给观众展现更美的身姿,主持人要求迪丽热巴对着镜头来个花哨连拍。 但由于裙子是抹胸设计,上部全靠胸挂住领口。 在拍照期间因为迪丽热巴的动作幅度有点大, 不顺向下滑去。 眼看着秘密就要暴露,只见迪丽热巴一个漂亮的扭伸转过去。 用背部摆出一个造型,裙子后背的设计,刚好展现了她妩媚的后部线条。 同时这个转身也刚好用手遮住了自己领口处。 不得不说迪丽热巴的情伤势非常高的。